受到封面影响 24号清晨南台湾终于下雨 但是高雄的三座水库却几乎是零进帐 尤其是澄清湖水库 目前的蓄水量只剩不到一半了 湖底沙洲裸露 德岳楼底下更是干涸见地 水情相当不乐观 水利署也宣布4月1号起 高雄水情转为长登 全日减压供水 以往满是湖水的澄清湖 如今因为缺水成了这幅景象 湖底沙洲裸露长出草丛 还冒出数十个大小不一的坑洞 就连傍水而建的德岳楼餐厅 底下也干涸见地 第一遍看到这样 所以今年旱灾很严重 以前都它就是在水上面 它应该跟日月潭一样凄惨 高雄成兴湖风景秀丽 被称为是台湾西湖 蓄水量达263万立方公尺 可以说是高雄保命水库 碰上缺水席 至少能供应一周 民生诱水 如今水线持续下降 水公司忧心忡忡 成兴湖大概每天 可能会透支个 三万到五万的一个量 所以说成兴湖 其实目前的蓄水率 大概在五成以下 尽管24号清晨 受封面影响 南台湾终于下雨 但高雄三座水库 却几乎临近帐 阿宫殿水库蓄水量 还剩36.89% 成兴湖水库 百分之四十八点二九 凤山水库 则是百分之五十点七 水情不乐观 水利署宣布 四月一号起 高雄水情转成灯 全日建压供水 民众只判天空作媒 讯息快报道 缓解各地缺水之苦 记者叶正云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愚勿成PC